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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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StyleW的所有讀者們 大家好 我是林凱鈞 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好萊塢女星最受歡迎的 三種妝容 甜美的妝容 有幾個重點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在眼型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用眼線筆 先勾勒把底 接著我們再用眼線液 眼線液可以修飾細部的線條 讓眼型變得更圓潤 再來色彩的部分 粉紅色是最推薦的 如果單一用粉紅色有點無聊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選擇淺色的部分 用香檳色來調和 讓它有打亮的效果 加深的部分 要讓我們的後眼尾有深邃的效果 你可以加上一點點灰色系 在復古妝容當中的一個經典 就是要呈現出性感的紅唇 我們在擦這個紅唇的時候 如果你先用一個銅色系 或者是淺色系的唇線先勾勒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防止唇膏暈染出去 再來妝容的部分 大地色系是最適合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選擇這種 咖啡色、粉橘色、杏桃色、栗子色 這種眼影搭配在你的眼妝的部分 個性妝容的部分 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煙燻妝感 我建議大家可以先用這種霧面的眼影 選擇的顏色要成一些 比如說像是灰色系、黑色系 或者是深咖啡色系 你先做這個眼瞼的打底 打完底之後呢 你可以在雙眼皮折內 再膠疊上一點金屬質感的眼影粉 它會是一種很矛盾的美感 然後你的唇色不可以太活潑 最簡單你就選擇一隻裸色的唇膏 會讓你更帥氣一點 以上就是凱鈞為大家所介紹的 好萊塢女星妝容重點 更詳細的資訊呢 請趕快翻閱本月號的Style W